这个外在的 这个银响银法 银响银就是跟银有关系的 叫做银响银 所谓从中生涯 首先有了这个中子 然后就会发芽 任何一个粮食 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的这个植物 它有了它的中子 然后从中子就产生 银有银从中子产生 然后从银生涯 然后这个有了油鸭 以后发芽了以后 这个鸭逐渐逐渐的发育 发育成一个小小的椰子 然后从叶生井 然后这个叶子逐渐逐渐的发育 发育了以后最后就是这个生井 从井生结 结就是这个干干 然后倒干经 佛教讲的倒干经 这个干就是这个结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这个结 然后从结 生水 然后水就是还 这个水就是这个地方的水 就是还没有编成花和这个过 之前的这个阶段 叫做这个水 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就是这样子 然后从水 圣化 然后呢 从华 圣石 是就是国事 圣士 这样子以后呢 从中子到最后的这个国事 这个中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 法语的这个国程 法语的国程 这都叫做什么呢 都叫做这个阴 阴相阴 阴相阴的这个元气 因为有了 因为有了中子 所以就会发芽 然后因为有芽 有这个油芽 所以就最后就是有这个椰子 最后因为有花 最后就是有这个国事 这样子 这叫做 这前天 都是厚厚的阴 这样子 然后 如果 如果这个时候呢 芽 若无有种 如果没有种子 如果没有种子 那么 这个芽 就不会产生的 油芽 就不会产生的 芽 然后 奈芝 中间的这些都没有一个一个降 很多佛经里面都是这样子 他就将前面的一个和后面的一个 然后中间的就升掉了 就不讲了 但是呢 我们自然就知道 中间的这些前面已经降过一次了 这样子以后呢 下一次再讲的时候呢 他不会前面的都全部重复 前面第一个降一次 第一个最后一个降 然后中间的就升掉了 就不会一个一个降 然后 如果没有种子 那就是没有芽 不会发芽的 没有种子怎么发芽呢 不会发芽 乃至 乃至就是中间的这个升掉了 那 若无有化 如果没有化 最后这个国始 也就不会产生 不省 又种 压省 因为有中字 所以就是发芽 如实 如实就是同样的 同样的意思 同样的 又化 又化 师 仪 得胜 因为有化 所以这个国师 也最后也就得省 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外面的 外面的这个时节 这个生物 比如植物 大自然 它的所有的变化 都是这样子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没有别的 没有造物足 没有万能生 只有他自己的因和缘 这就包括一个 比如一个 一朵花 那么他就需要 他自己的这个 中子 中子要发芽 芽就是要发育成这个 叶子 等等 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呢 最终 就会有这个国始 其中 某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 不存在 那么后面的都 都不会有的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这个里面 不需要谁来参与 造无珠 不需要参与 然后万能生 鬼 生 等等 任何东西 都不需要参与 那么 就是他自己的因和缘 局备了以后呢 让这个国 自然就产生 出了这个以外 就没有 然后呢 其中一个 比如说没有中子 那就不会发芽 如果没有有芽 那么也不会发育到 这个叶子 叶子也不会有的 这样子以后呢 后面的一系列的 所有东西都不会有 在这个时候呢 即使是有一个造无珠 他也没有办法的 如果没有中子 造无珠也不可能 没有中子的地方 发芽 没有发芽的地方 就是产生 这个生 也 这个造无珠也 没有的 没有办法的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造无珠也好 这些都是多余的 就是因为这些物质 他有自己的因缘 有了他自己的因缘 自然就有他自己的国 不需要谁的这个帮助和参与 然后呢 没有他的因缘 没有他的因缘 那么这个锅 自然也就不会产生 不会产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有了谁的帮助也帮不了 谁也就 谁的参与 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中子的地方产生 产生芽 没有中子的地方发芽 不可能 所以这个世界 它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这样子 除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因缘以外呢 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一切 都是一个这么很简单的一个因 因果当中 产生 因果当中产生 其他的这些呢 这些很古老的这些宗教 很古老的宗教 那么 还有就是现代的很多宗教 也认为有这个造物足 等等 但是这是 佛教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佛教 他从来都不认为有造物足 他认为就是有这些因缘 因果 除了这些因果以外 就没有其他的 这样子 虽然讲得很简单 但是呢 这个就是投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佛教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这样子 然后 就继续讲 这个 虽然 有这个因缘的时候呢 会产生国 但是呢 这个果与这个 这个因和果之间 它只有一个物质的 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但是没有一个 比如说 因 它是不是 准备好 就是想 我要产生 一个 果 然后果 它又会不会像 我是从这个 因当中产生 它们之间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没有 只仅仅是一个 银元 物质的银元 呵呵 出了这个意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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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子 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界 不是 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一个身 就是 故意 我要创造一个 这样这样子的世界 我要让人类 这个 受苦 我要 惩罚 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一个 这个 族群 等等 没有这样子 万事万物 都是 云元 产生的 没有一个 以个 人 首先 去相 去舍己 然后呢 就这个产生 让他们产生 它没有这样子 就为了 表达这个 后面就讲 后面就讲 有种 生样 如实 有华 实 亦得生 然后 经节着讲 必种 以 不作 十年 这个 中字呢 它 也不会这样子 想 不作 十年 就是说 它不会这样子 去想 它不会想什么呢 它不会想 我能生亚 中子 虽然 让这个 这个亚 产生了 这个就是 中子的 作用 直上 直上在这个 现实生活当中 从我们的 感官的层面 从佛教的话来讲 在这个 世俗的当中 亚 是 因为有中子 因为有中子 所以 发芽 没有中子 不会发芽 但是呢 这个中子 跟这个 这个芽 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中子 它会不会 想 我能够 生芽 它有没有 这样子的 想法呢 它没有 它不会想 笔种 以不左 是年 我能 生亚 它不会想到 我能够生 芽 我能够发芽 它不会这样子 想 芽 以不左 是年 我从 终生 芽 它也不会想 我是从这个 中子 产生的 芽 它会不会想 它也不会想 然后中子呢 它从来也没有 想过 我要发芽 然后呢 这个油芽 它从来也没有 想过 我是从这个 中子 产生的 他们都没有 这样子 想过 所以他们 不是 有意的 去 这个 舍己 有意的 去安排 都不是